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闻联报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 订阅 留言 分享 并且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 北京当局务前仍然坚持清零政策不动摇 但是各地疫情升温似乎还未触定 根据中国卫健委今日通报 12号新增本土确诊14761例 其中13086例是无症状感染者 在所有省份中占最多的仍然是广东 单日新增4268例 其次为河南2665例 重庆1820例 内蒙古1434例 新疆790例 甘肃617例等等 至于北京也有2365例 近日中国疫情持续升温 10号单日新增10535例本土确诊病例 11号新增11803例本土确诊 尽管现在还不确定中国本波疫情到底何时会到头 但是外界仍然推测 中共当局可能会在明年上半年松绑防疫措施 根据彭博社针对23位经济学家的调查 近半数认为 中国在2023年第二季度可能会结束清零政策 时间点在3月初执行两会之后 另外7名专家则预估要等到7月至9月份才会重新开放 还有两名经济学家预测要等到2024年的某个时间点 政策才会发生改变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何时开始减少对消费与投资造成压力的限制措施 是经济学家预估明年前景的关键 彭博社经济研究首席经济学家舒畅的一份报告指出 中国开始转向与病毒供存后将会释放大量的需求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 推动GDP增长高达1.6个百分点 其中交通、酒店、零售业的增幅是最大的 他补充道 即使放松新冠规定 经济仍将面临来自于房地产低迷 以及外部需求减弱的强大阻力 舒畅在报告中写道 假设在下半年取消清零政策 2023年的增长率应该会从今年的3.5%回升到5.7% 但彭博社指出 中国国内旅游、私人消费、商业活动 或将花费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才会重回正轨 原因是中国在放松限制措施之后 可能会面临一大波的感染与死亡 根据台湾、澳洲与新西兰的经验 尽管疫苗接种率高 而且都曾经爆发过疫情 在放松限制的一段时间内 却仍然会出现感染潮和死亡人数迅速上升的状况 而面临免疫缺口的中国 情况可能会更糟 报道称 即便控制在发达国家中 人均死亡最低的新加坡水平 也将会出现40万例的新冠死亡病例 如果上升到与澳洲相当的水平 将会有超过80万中国人死亡 无论如何短时间内的大规模死亡都可能会震惊民众 并且导致全国各地政府暂时撤回重新开放的措施 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出席东盟峰会 与柬埔寨首相红森会面时 针对中国传出 将在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动工 过剑仪式强调应该要形式透明的重要性 他并呼吁释放因为政治因素遭起诉的活动人士 在明年柬埔寨大选前 重回民主 新头客综合报道 拜登前往金边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 与洪森针对中国在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的活动进行了会谈 根据白宫的声明 拜登也呼吁洪森释放因为政治因素遭起诉的活动人士 并且于明年大选前开放一个政治与公民空间 另外拜登也提及了相当期待缅甸可以重回民主政治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12号在金边出席了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 强调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 并且展示在北京的后院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决心 拜登是自2017年以来首位出席东盟峰会的美国总统 他的金边之行也是几次亚洲之行的一战 拜登随后将前往印尼巴厘岛出席G20峰会 并且将在星期一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两个人之间首次的面对面峰会 美国虽然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 但已经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最大的经济和军事竞争对手 拜登前往金边并出席东盟峰会 也被视作他为与习近平峰会所做的铺垫 在拜登接受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峰会之后 双方发表一份联合声明 宣布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除了美国之外 日本也在东盟峰会拉拢相关国家 以求对抗中国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1月12号开始东南亚行程 就国际性议题与东盟国家深化讨论 宣传日本的立场和举措 专家认为 岸田将会利用领导人聚集的机会 私下讨论中国议题 并且以俄乌战争为例 强调不允许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让东盟对于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感到警戒 台湾淡江大学荣誉教授 东南亚与南亚协会理事长林若儿表示 日本在东南亚生根已经超过了40年的时间 从福田康夫时代开始到安倍晋三时代 几乎每一任日本首相都会每年访问东南亚 与东南亚诸国从经济关系开始密切合作 进展到良好的政治关系 拥有高度的互信 他认为岸田必然利用疫情之后 第一个实体峰会与东南亚诸国进行私下讨论 包括中国议题 新加坡南亚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谷贺庆则表示 有一些东南亚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密切 在俄乌战争中不愿意谴责俄罗斯 例如与日本关系也很好的越南 他说许多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 岸田提醒东南亚诸国 如果不谴责俄罗斯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可能造成的后果 其实就是暗指中国 但现在不能否认的是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 中国经济仍然有庞大的吸引力 顾和庆表示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 崛起后的中国拥有绝对的经济魅力 加上地理位置较紧 贸易合作有先天的优势 中国已经成为了东南亚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东南亚不会像日本或澳洲那样跟随美国 考虑逐渐与中国贸易脱钩 不可能建构为一个脱离中国的供应链 二群警来在乌克兰东部这些败退 但也带来许多破坏 中央社综合报道 尽管赫尔松市成为乌克兰控制 但俄军仍在其地方发动更激烈的战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乌克兰东部对内茨克地区的战况 仿佛地狱一般 泽伦斯基在其演说中表示 逃离赫尔松之前占领者还摧毁了所有关键基础设施 包括通讯 供水 暖气 电力 但是乌克兰军队控制了赫尔松地区六十余一个定居点 他并指出警方已经采取稳定措施 赫尔松当局也正采取稳定措施 另外到目前为止 当局已经清除了将近两千枚的地雷 半锁和卫爆弹 除了基础设施被摧毁 以及一流的武器可能增加伤亡之外 俄罗斯还窃取了当地博物馆的大量艺术品 当地一个艺术博物馆表示 俄军宣布撤退前后 俄军花了四天清空整个画廊 包含了18世纪 19世纪重要的 乌克兰与俄罗斯艺术家作品 全部都被卡车载走 另外当地的一座图书馆也发现 记载当地民俗传说 历史书籍全部失窃 乌克兰军方献报则指出 俄军带走四大卡车的艺术品 目前总计 博物馆已经有超过1.5万件的管墙被窃 全球首富马斯克买下推特之后 内部人士进行了大洗牌 另外马斯克还推出一系列新阵 其中之一就是将原本官方认证的蓝勾勾 给为付费制 但付费功能上限之后 就因为许多问题 没几天似乎就立刻下架 据恒网综合报道 之前推特新老板马斯克 希望用户支付8美元 购买备受追求的蓝色认证 之前这个蓝色认证 是为政客演员和其他主要人物 经过验证的账号保留的 几个大品牌的虚假账号 其后却也出现了蓝勾勾 包含马斯克自己的特斯拉和SpaceX 以及里赖公司 雀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推特的官方账号4号贴文指出 为了打击假账号 在一些账户加上官方标记 但是在推出新标记不过几个小时 马斯克9号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他已经杀死了这些新标记 与此同时某些用户表示 注册蓝色认证的选项已经消失 在马斯克10月27号 以440亿美元完成推特收购案之后 该公司可说是陷入了一团混乱 他开除近半数的员工 解散董事会并解雇高层主管 还声称推特有可能会破产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表示 正怀着深切的担忧 关注推特 加密货币平台FTX新传破产 本周稍早 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彼安原先打算要出手并购 但是经过短短一天时间 就突然宣布取消收购案 对此FTX创办人佛瑞德也坦诚 自己搞砸了 并辞去执行长一职 改由雷一三世接任 而最新消息 路透社引述两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 已经申请破产的FTX 至少有10亿美元的客户资金凭空消失 知情人士表示 FTX创办人班克曼弗里德 暗自把FTX的100亿美元客户资金 转移到自己的交易公司 阿拉美达研究 而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此消失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 消失的金额大约有17亿美元 另外一人则说这个缺口大约介于10亿到20亿美元 尽管FTX将客户资金转移到阿拉美达研究 已经为外界所知 但这是第一次被揭露当中有资金消失 根据这两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班克曼弗里德6号在FTX的资金记录分享给公司其他高层主管时曝光了这一个资金缺口 他们表示这些记录提供了FTX最新的资金状况 这两人直到本周都担任FTX的高阶职位 他们表示自己听取了高层主管对公司财务所作的简报 而除了资金消失的消息之外 还传出创办人疑似逃到阿根廷避难 不过基本人事后传清 自己人在巴哈马并没有潜逃